观众李先生给我们打了电话 说这夏天要开空调了 可是这遥控器放了一冬天之后 没电了 那天可把他给急坏了 说家里来了一堆朋友 都觉得很热 这个时候四处也找不到电池 所以今天我们就帮李先生 找到了一种好的方法 现在我就给您演示一下 就是这样 你看我们这是一遥控器 那现在是两件电池 我把它卸掉一个电池 模仿我们李先生家 这个空调电池没电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个空调 它是没有显示数值的 一般来说 总还有一只电池 是可以暂时使用一下的 然后我们要派上用场的 是这个区别汁 这一般家里可都有 您就把它窝成一个 什么样的形状呢 大概就是放在这 正好跟电池等长 能够接上正副笛的这样一个形状 然后我们就来把这个区别汁 把它给放进去 一头要连这个 负级 一头呢 就把正级给它连上 其实特别简单 您看我这个 一下就连好了 来 可以揭晓 你看 这回这树枝 是不是就有了呢 好 如果您还不确信的话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这个更明显 你看 这是一玩具 那现在是有电池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 可以的 也是 同样 我们去掉也就电池 去掉也就电池 咱们再来看一下 按动电钮 你看 不响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拿区别汁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使了 所以我们把李先生的这个问题 现在已经被解决了 再遇到比如说家里临时来人 我们的摇空器或者是什么东西不好使了 没有电池 您就用这种方法可以暂时应急一下 谢谢大家